第48章S级难度 无人回应西施的问题 只有名叫谢灵溪的小姑娘欲言又止 信任感还是不够啊 是不愿意暴露官方身份 还是在场的行者里除了我 没有官方背景 张元清正思考着要不要给出提示 便听黑卫衣的何博语气冷淡地说道 我们进入邻近有几分钟了 邻近没有给出任何提示 这意味着要通关 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 如果你们知道一些信息 最好不要隐瞒 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谢灵溪小幅度地举了举手 小声道 我知道一点旧版的副本信息 邻近介绍的内容变了 他是官方组织的人 张元清审视着小姑娘 何博文言 眉头一皱 邻近介绍变了 我大概明白了 精水游乐园难度变更的原因 就在邻近介绍里 大家还记得介绍的内容吗 我忘了红头发的火魔挠挠头 西施看了他一眼 悄然拉开距离 柔声孝道 因为不可描述的存在 来到了这里 是他改变了 精水游乐园的难度等级 他交代游乐园里的灵 帮他寻找一个人 那个人的名字是四个字 会是谁呢 溃为人父 忍不住道 我觉得是谁不重要 这个人应该只是背景故事 重要的是游乐园里的灵 有没有一种可能 精水游乐园难度提升到S级 是因为灵得到了那位存在的加持 变得特别强大 逗逗鞋紧身裤 搭配小西装的齐天大圣 眼睛一亮 我觉得有道理 大叔 你可真聪明 和薄微微汉手 认可了中年男人的说法 道 那么 我们只要避开有恐怖元素的项目 挑选一些简单的设施体验 应该就能降低风险 他扭头问谢灵溪 你知道旧版的详细攻略吗 文言 张元清打算抢在少女之前 抛出旧版信息 免得话语圈旁落 但就在这时 他脑海里盯了一声 响起灵静提示音 由于您刚才出色的表现 触发了隐藏任务 您被任命为小队队长 注意 队伍中隐藏着一位邪恶之徒 请确保队员人数大于等于三 否则将受到惩罚 当前等级经验清零 注意 请隐藏好自己的角色身份 既然还有隐藏任务 张元清脑海里飘过一个草字 表面不动声色 一颗星却骤然沉了下去 副本中的设施危险重重 队员里又混入一个狼人 难度直线上升 我的隐藏任务 是确保成员的数量不少于三人 由此可推 那名邪恶之徒的任务 是让队员人数缩减到小于三 甚至全面如果要确保通关率 提前揪出恶徒清理掉 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无法自证身份 队员之间的信任度 也不够 很可能偷击不成十八米 反而被诬陷成狼 一时间 张元清只觉得谁都不可信 连那个叫谢灵溪的甜美姑娘 庞扶也变成了披着人皮的狼 等等 精水游乐园是多人临近 面向所有职业 队员里会不会有邪恶职业 而以阵营之间的对立 邪恶职业一定就是恶徒 张元清心里闪过一个很辣的想法 利用红武鞋逼出队员们的手段 谁是邪恶职业就一目了然 不 这样太鲁莽了 会让事情陷入毫无回旋的余地 而且 真有这么简单吗 万一猜错了呢 他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放弃了召唤红武鞋的想法 如果队伍里没有邪恶职业 他这番举动 等于直接和队员反目 接下来就不用完了 也就是说 我一边要带队员完成项目 一边要找出邪恶之徒 真不愧是S级多人临近啊 和山神庙一样难 不同意义上的难 副本还没开始 张元清心头便已沉重起来 我知道旧版攻略 但不是每一个都记得谢灵溪说 哎呀 小妹妹 你真棒 你是官方组织的成员吧 不介意姐姐和你走一起吧 西施 一个过分单纯 一个心怀鬼胎 张元清不动声色地审视两个女人 穿黑卫衣的合伯 这个时候 目光冷淡地看了一眼张元清 道 你有什么想法 张元清沉吟一下 道 初步判断 难度提升的是 含有灵异元素的设施 那么其他项目 也许变化不大 那么 我们可以根据旧版攻略 来挑选一个难度很低的项目 合伯阴沉的表情里 露出一丝赞许 汉手道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愧是经历多个临近的高丸 他接着看向众人 大家没意见吧 众人齐齐点头 彭扶没有主见识的 能匹配进金水游乐园 多聪明 我不敢保证 但绝对没有一个是蠢货吧 何博这家伙 再有意无意地和我争夺话语权 谢灵溪乍一看很单纯 但能匹配近S级的 会有单纯的人 西施从头到尾都在试探别人的身份 风骚的模样未必不是装的 愧为人妇 外表淳朴忠厚 但能一针见血地分析出灵异元素 才是关键危险 说明他的内心并不像外表这样质朴 齐天大圣有点耸 有点好色 没什么亮点 但也不是刺头这群人里 我觉得最安全的是火魔 如果能确定他是一位火师 反之此人最危险 张元清分析着同伴们的特点 抬起手 附和道 我没意见 就过山车吧 不知不觉间 他稍稍放开了部分主动权 不再适时主动 但又保持一定的活跃度 他看过攻略 知道谢灵溪没有说谎 过山车看似惊险 其实玩法最简单 当然 过山车的玩法 是不是还保持原样 未知 可其他设施 难道就不会有变化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行吧 反正玩什么都是玩 做出决定后 一行人前往过山车 按照指示牌的引导 他们穿过通道 进入轨道下方的建筑 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厅 门口左侧是储物柜 右侧是售票窗口 当众人走进小厅 耳边传来临近的提示音 丁 您获得一张过山车体验票 请在五分钟内抵达上层 丁 以封存各位的多余物品 请在项目结束后 返回储物柜领取 多余的东西 张元清下意识地 取摸口袋里的蓝色小药碗 发现还在 他正要松口气 就听火魔惊叫道 物品栏打不开了众人大害 立刻尝试召唤物品栏 却发现这个功能 彭扶不存在 齐天大圣与其发颤 我 我的技能也用不了了 你们呢 张元清心里陡然一沉 本能地施展业游 然而 太阴之力被牢牢封印在体内 其他人各自做了尝试 果然失去了技能 这个现象 让临近行者们心头异常沉重 没有了技能 他们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这时 愧为人父说道 主动技能不能使用 但被动能力还在 而且我们的身体素质也没变 来都来了 上去把张元清率先登上台阶 众人心头沉甸甸地沿住台阶上行 来到建筑楼顶 楼顶是一块平台 铺设两条铁轨 铁轨上静静地陈列着双人坐的过山车 队员们看住过山车 一时间沉默 谁都没有表态 哎 这时候就需要我这个中国队长做表率了 这符合我一开始展现出的人设 张元清笑道 我上一次坐过山车还是学生时代 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第一排 在众人的注视中 他登上第一排的座位 系上安全带 其他人微微松口气 也纷纷上车 我有孔高正西施 扮作可怜兮兮的模样 在张元清和何博之间犹豫了一下 就这么一犹豫 黑长直的谢灵溪 抢走了张元清身边的位置 西施只能无奈地选择了何博 张元清瞥了瞥他 后者回忆甜美的微笑 等众人系好安全带 第二排的何博淡淡道 记得闭上眼睛 发生任何事都不要睁眼 当然 如果你们有谁 想用生命验证规则 我也很欢迎 你这人说话真不好听 火魔撇撇嘴 张元清回首 看了一眼身后的队员 第二排坐着何博和西施 第三排是愧违人妇和火魔 有些耸得齐天大圣 似乎遭了排挤 一个人坐在第四排 这个时候轨道通电 车身底部传来咚的声响 这裂过山车缓缓动了起来 张元清收回目光前 看见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车身在铁轨上爬行 起初很缓慢 似乎在上一个陡坡 当过山车到达顶点后 停了下来 下一刻 强烈的失重感传来 耳边是强烈的风声 以及稀释小小的惊呼声 张元清浑身紧绷 聆听着耳畔的声音 默数着时间 大概两分钟后 飞驰地过山车速度降下来 继而停止 张元清睁开眼 看见过山车回到了建筑顶的平台上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呼 他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惊呼 心里一领 扭头看去 顿时瞳孔剧烈收缩 坐在第二排的何伯 伯梗畅空空荡荡 失去了自己的头颅 第三排的火魔 满脸的鲜血 他颤巍巍地捧起怀里的头颅 声音发颤 没 没用 闭着眼睛没用 何伯紧紧闭着双眼 表情安详 似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 一股良意从众人心底泛起 第49章绝境 闭眼的规则无效 游乐园变更成S级后 娱乐设施的规则改变了 众人看住何伯的尸体 以及火魔怀里的头颅 脸色无比难看 随着过山车停下 六位临近行者同时收到提示音 下一轮开启时间 0.04分40秒 五分钟后开始下一轮 坐在最后排的齐天大圣 看住前方何伯的无头尸体 脸色有些紧绷 闭眼规则无效的话 那下一轮开始 我们中还有人会死 得赶紧找出规则 你们有没有什么发现 火魔表情还残留着惊恐 他把头颅丢出车外 有些烦躁的扭头喝倒 全程闭着眼睛 谁发现得了规则 愧为人父眉头紧皱 如果闭眼的规则已经改变 那么我们需要重新找出规则 不然接下来的两轮里 还会死人稀释咬了咬烈焰红唇 从我们决定坐过山车开始 沿途我就在留意 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 没有线索和信息 就意味着无法做出针对性的计划 只能采用最笨的方式试错 但试错的代价 齐天大圣脸色难看 S级临近 怎么可能给清晰明确的通关信息 这么简单 那还叫S级骂谢灵溪想了想 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们被旧版攻略误导 错过了一次寻找规则的机会 拍眼睛里含着一包泪 楚楚可怜 似是无比愧疚 齐天大圣盲说 没关系没关系 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 没有信息不代表没有办法 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讨论一下 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如果闭着眼睛的规则已经改变 那么无非是两个可能 一 过山车的规则变成了一次死一人 何博就是证明 二 闭着眼睛的我们错过了观察的机会 细使眸子微亮 彭腹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我们接下来不能闭眼了张元清听着同伴们的讨论 思绪飘远 首先排除灵异元素 虽然主动技能被封 但身为夜游神 我对灵体的感知还在 如果是游乐园里的灵作祟 我不可能毫无感应 目前来看 过山车还是三轮 既然这一点没变 那闭眼规则为什么会改变 也许 杀人的不是规则 张元清心头一震 想到了某种可能 会不会是藏在队伍里的邪恶之徒所为 恶徒开始刀人了 但他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时 睽違人妇看住火魔 突然问道 何博死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出声提醒我们 等车子停了才说 火魔眉毛扬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中年男人依旧是朴素憨厚的模样 平静地说 我只是好奇火魔瞪住他 大声道 老子当然感觉到了 那头就砸在我怀里的 可我敢说话吗 敢睁眼吗 万一我一开口提醒 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呢 愧为人妇 没再说话 张元清问道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或者说 头颅是什么掉到你怀里的火魔 没有犹豫 冲击第二个坡的时候 张元清立刻妄想稀施 你就在他身边 有感觉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稀施摇摇头 我 我有恐高症 很害怕 没有留意身边的动静 张元清深深皱眉 从座位的分布来看 凶手最有可能的是 西施 火魔和愧为人妇 隔了一个位置的 齐天大圣 基本可以排除 以超凡阶段的身体素质 不太可能解开安全带 越过前排的火魔和愧为人妇 杀死第二排的何博 且不说容易被两人察觉 单凭过山车的动能 就可以把他给甩出去 这么想着 他扭头把目光投向娇小的少女 以他的身高 必长 想回头杀人 就得解开安全带 所以他的可能性也不大 接下来就是验证火魔有没有说谎 确认何博是不是真的死于那个时间段 趁着第二轮还没开始 张元清闭上眼睛 于脑海里观想父亲的轮廓 如果何博不是死于过山车高速飞驰时 那么凶手杀人的时间段 必定是最开始的缓慢爬坡 这个时候过山车的动能不大 而能采集到声音的自己 就可以直接锁定凶手 随着父亲的面部轮廓渐渐清晰 张元清心脏烹得一跳 脑力沸腾 画面从出入临近开始 一针一针地回放 他一边咀嚼着这些画面 一边耐心等待 终于他们坐上了车子 等双人过山车缓缓发动 张元清就看不到任何画面了 因为此刻闭上了眼睛 但声音是不会消失的 他捕捉到了七个人的心跳和呼吸 接着是稀释短促的尖叫 过山车直线俯冲 在轰隆隆的声音里冲向第二个高坡 就在这时 后排的一个心跳消失了 啊 你怎么了 谢灵溪惊呼一声 愕然地看住鼻腔里流淌出鲜血的同伴 其他成员也停止了争论 纷纷看来 没事 没事 张元清白白手 擦拭鼻血 强忍抽痛的大脑 笑道 我这人从小就有流鼻血的习惯 尤其是见到了漂亮姑娘 谢灵溪文言有些羞涩 西施 火魔投来狐一的眼神 中年男人愧为人妇 仅是扫他一眼 最后排的齐天大圣 则急急瞟了几眼谢灵溪的脸蛋 和西施的胸脯 张元清保持着平静的神态 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 何博的死亡情况证明 邪恶之徒有特殊的杀人手段 无声无息间取人手急 不发出任何动静 这就有点恐怖了 必须要想办法阻止他 一轮杀一人 三轮之后 队伍里的人只剩下四人 而我们至少还有一次娱乐项目 这怎么玩 真到这一步 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每个人都有嫌疑 包括我身边的谢灵溪 和最后排的齐天大圣 张元清目光略过众人 皱眉沉思的谢灵溪 脸色不安的西施 沉默不语的中年男人 眼中暗藏慌张的齐天大圣 以及骂骂咧咧的火魔 一时间 他只觉得这些人全在演戏 全部都心怀鬼胎 这个副本的危机不只是娱乐设施 还有临近行者内部 原始天尊心里骂骂咧咧 同时 他心里再次闪过一个疑惑 为什么死的是何波 邪恶之徒随机杀人 还是另有原因 假设我是狼人 我有一次随机杀人的机会 我会杀谁 这么一想 张元清心里有答案了 杀队伍里最聪明的人 这样的话 下一个死的就是我张元清 头皮发麻 第五十章队长的权力 何波和他都很积极 带节奏 分析 掌控主导权 俨然是队伍里领头羊的存在 现在何波死了 下一个目标绝对是他 另一边 西施有些急切地说道 只有一分钟了 快做决定吧 接下来办 是继续闭眼 还是睁眼谢灵溪小幅度举手 忐忑建议道 不如 我们投票 火魔大声道 我选睁眼 我不想在有人的脑袋滚到我怀里 或者自己人头莫名其妙被摘掉的情况 睁开眼 我们还有一线生机 说不定能总结出规则 稀释眼含期待地看了一眼张元清 见他没有说话 只好说道 我也觉得睁眼更好 闭上眼睛的感觉太糟糕了 溃为人父 沉默几秒 我赞同 谢灵溪 我也赞同齐天大胜健壮 就知道自己的票数已经没有意义 我看起来没有选择了睁开眼 如果过山车杀人规则改变到也罢了 如果和我猜测的一样 是邪恶之徒在杀人 那你们想过睁眼的后果吗 张元清心里里然 他险些要坦白队伍里有二五载的真相 但林静给过提示 要求隐藏身份 这既是对邪恶之徒的保护 也是对队长的保护 毕竟不是现实里的某个游戏 大家一开始就知道有狼 需要找狼 本身就是临时组成的小队 你说什么就信什么 隐藏身份明显是副本的平衡机制 贸然透露 万一触发惩罚机制怎么办 但又不能让他们继续下去 因为输不起 我想到一个办法 不过风险很大 张元清不再犹豫 陈生道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如果 我是说如果如果闭眼的规则没变 你们想过后果吗 上一轮只死了一个合伯 接下来还有两轮 大不了再死两个人 全面和死两人 怎么选 不需要我说了吧 众人沉默了 场面陷入僵局 见没人抬杠 张元清微微松口气 当即到 我还有一个办法 稀释面露喜色 什么办法 挑选出一个人留在平台观望 其他人继续闭上眼睛坐过山车 这样既有眼睛观测 车上的人又不用冒险 避免了团灭的危险 众人一愣 火魔眉头紧皱 烦躁到 副本信息里 确实没有说必须一起体验设施 但也没说可以 你应该知道 这意味着风险 林静不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所有规则 让你按部就班地去做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比如给出的信息是组队 但不会告诉你不组队会怎样 也许没事 也许脱离队伍就是死 我知道张元清缓缓到 所以这个风险 我来承担 我留下来说完 他死死地盯住队员们 这个时候 谁反对 谁就是凶手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小哥哥 就靠你捞 王泰 你要小心 无人反对 凶手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 张元清健壮 无奈地在心里叹气 顺势解开安全带 跨出过山车 如果留下来有风险 那么凶手这一轮相当于可以杀两人 在大部分人都赞同的情况下 选择顺水推舟是明智之据 所以凶手很聪明 但对张元清来说 留下来虽然有风险 但坐在车上必死无疑啊 这时 倒计时结束 过山车底部 咚个一声 缓缓动了起来 张元清浑身紧绷 一边警惕着四周可能存在的危险 一边目光锐利地盯着缓慢爬坡的过山车 声音无法给出反馈 但画面一定可以 只要凶手敢杀人 他就立刻引发救急 把对方揪出来 他不信凶手靠意念杀人 因为这不符合平衡机制 过山车爬到顶点后 墨地朝下猛冲 做自由落地运动 车上的西施 再次发出短促的惊叫 轰隆隆 在张元清的注视下 过山车呼啸地 飞驰在起伏如龙的钢铁轨道上 两分钟后 减速返回平台 过山车刚停下 车上的队员就立刻睁开眼 脸色紧绷地环顾身前身后 没死人 这次没死人 西施惊喜地叫出声 其他人满脸喜色 紧绷的神色松弛下来 谢灵溪眨动美眸 韩笑问道 你有观察到什么现象吗 对人们立刻看向张元清 目光饱含期待 果然如我所料 杀人的不是规则 是凶手张元清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他在隐晦的暗示队友们 既然闭着眼睛的规则没变 那何博怎么死的 用你们的脑子想想 文言 队员们疏然沉默 若有所思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 几人表现得格外沉默 没有交流 没有讨论 随后在张元清的注视下 完成了第三轮 呼 结束了 稀释迫不及待地解开安全带 迈着长腿 逃跑般地蹦下过山车 张元清看了看他 等其余队友离开过山车 他心情愉悦地笑道 该我了 各位在这里稍等片刻 过山车减速 在楼顶平台停靠 张元清解开安全带 与等候在一旁的队员会合 脚踏住水泥地面 他心里忽然有种 度过大劫的感慨和疲惫 总算是完成了一个娱乐项目 只此一名队友 还在可控范围 挨 差点全军覆没 太难了 S级任务太难了 张元清心泪地想 当他看见众人 也是一脸心泪的表情时 顿时就平衡了 这时 张元清脑海里 收到了副本提示音 您已完成起始任务 过山车 您成功激活 心惊肉条任务系列 该系列娱乐设施为 过山车地下停车场鬼屋 明昏 侦探推理馆 请在半小时内前往第二个场所 鬼 鬼屋听着脑海里的提示音 张元清脸色瞬间僵硬 谢灵溪 西施 中年男人 霍魔和齐天大圣 脸色的笑容也缓缓消失 过山车是心惊肉条系列 该系列中有鬼屋 张元清猛地看向黑肠子小姑娘 与此同时 他脑海里再次收到提示音 丁 您成功带领队员完成一个任务 您有一次执行队长权力的机会 请指出隐藏在队员中的邪恶制徒 被指定者将会遭遇抹杀 第五十一章 地下停车场 指定凶手 抹杀张元清听着耳边的提示音 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恍然大悟 他之前就觉得奇怪 副本给他安排了一个队长的角色 却又要觅而不宣 不能把二五仔投出去 这样的队长身份有什么意义 现在明白了 队长的权力在这里 我的角色有抹杀的权力 邪恶之徒必然也有类似的手段 所以何博死得不明不白 但我的权力需要完成任务之后才能实行 凶手要使用能力 应该也有条件 他的条件是什么 不可能白给一个抹杀的名额 张元清脑子快速运转 我已经回溯过进入副本后的画面 没有发现异常 凶手触发抹杀权力的条件应该是不起眼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方式要刀谁呢 张元清思维活跃度爆棚 他快速锁定三个人物 谢灵溪 火魔 西施 而这三个人中 他最想刀了黑长只妹子 尽管这是一个我见游联的精致小美人 但听到后续体验的项目里有鬼屋后 张元清刚才确实忍不住想点杀他 但这只是意识冲动 旧版攻略里没有系列的说法 至少没有写 这应该是精水游乐园难度变更之后 引发的变化 谢灵溪多半也是不知道的 以S级灵境的难度 也许不管我们选择体验什么娱乐设施 结果都会进鬼屋 绕不开 最多是鬼屋的次序不一样 目前信息太少 想揪出邪恶之徒几乎不可能 一半靠推一半靠猜 把握不大 万一只错了 白白损失一个队员 反而让现自身于不利 可如果什么都不做 下一个死的绝对是我吧 没准运气好 把凶手给点出来了 那一时间陷入两难 不知道该评级感觉来一次冒险 还是稳一手再观察观察 两个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既然身为队长的我做不出决定 那么身为邪恶之徒的二五载 此时此刻 他是什么想法 张元清打算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他的隐藏任务应该是杀人 但不能确定 他知不知道队长的存在 这方面先不考虑 刚才我说没有观测到异常 闭眼的攻略没变 这是很明显的暗示 凶手不蠢 他应该知道 我怀疑队伍里出了二五载 那么接下来他会选择谨慎 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杀我 合适的机会是什么时候 这点很重要 角色身份是隐藏任务 并不是主线任务 凶手也要考虑杀人太快 使得接下来的任务里 自身风险增大 精水游乐园是S级难度 张元清不信邪恶之徒的任务 仅仅是缩减队伍成员 这么简单 那就不是S级了 严柱这个思路继续思考 在发现怎么都无法避开 可怕的灵异任务后 凶手不太可能高频率杀人了 因为他需要同伴 需要炮灰 而表现出一定能力的我 就是很不错的人选 所以杀我的时机 应该在通关鬼屋之后 或过程中 嗯 这些都是我的推测 还有待验证 正好用地下停车场 来试探他 距离下一个任务 还有半小时 趁这个机会 再来一次摸底 想明白后 张元清决定 放弃这一次的队长权力 草 到最后还是避不开鬼屋 广场上 接收到临近提示的火魔 心态有些崩 他怒视轻力的小姑娘 他奶奶的 要被你害死了 谢灵溪扁住小嘴 委屈道 我 我也不想的 我也不知道 S级临近会变成这样 我又没来过 火魔烦躁地抓扯火红色头发 骂咧咧道 早知道就不应该听你的 乱出注意 这下怎么办 鬼屋肯定非常危险 旧版的攻略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应该商讨一下 谢灵溪摇头 我 我不知道 游乐园设施太多 我只记了一部分 不知道 你以为我会相信 拿我当三岁小孩吗 火魔暴怒 你那么凶干嘛 谢灵溪渲然欲气 他看起来十七八岁 应该还是个高中生 被火魔一顿吼 又委屈又无辜 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够了 面向淳朴憨厚的中年男人 罕见地主动起来 何止两人的争吵 他目光平静地望向火魔 任何人都不可能了解难度变更后的游乐园 这是不怪他 再说 之前选择过山车 是大家公投的结果 中年男人说的有理 但火魔脾气上头 根本不听劝 默默相识 老子说话 有你什么事 要你在这里装好人 不是装好人 只是想让你闭嘴 你要不愿意闭嘴 我可以帮你 这个外表老实质朴的中年男人 眼中利气一闪而逝 张元清见状 知道自己该出面了 忙走上前 横在两人中间 笑道 冷静冷静 再吵下去 半小时就过了 大叔 给我个面子 等通关精水游乐园 我请你喝酒 火哥 离开了邻近 你尽管找我 我是阳城的 阳城的白切鸡最好吃了 细皮嫩肉 而且很润 他这一番插磕打混 嬉皮笑脸 冲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火魔和中年男人借泼下驴 把此事接过 一行六人按照指示牌 离开广场 穿行在灯光绚烂的游乐园里 微凉的风徐徐吹来 漆黑的天穷 宛如一块无边无际的黑天鹅幕布 没有星辰 没有月亮 游乐场梦幻而璀璨的灯光 是这片世界唯一的光源 无人乘坐的过山车 轰隆隆地飞驰在轨道上 大摆锤和海盗船 不停地摇摆 旋转木马在欢乐的音乐中 徐徐转动 无人驾驶的碰碰车 在场地上横冲直撞 相互碰撞 画风一下子从童话般的梦幻 变得阴间起来 这一路上 没有人说话 队员间的气氛无比沉默 僵硬 大家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既不远离也不靠近 很显然 他们已经听懂了我的暗示 开始怀疑何不得死亡 接下来我要一个个的试探 哎 不能暴露身份真麻烦 张元清其实已经不在乎 自己队长的身份 会不会被猜出来了 因为不重要 邪恶之徒一旦有合适的机会 第一个杀蛋就是他 不会有任何犹豫 他快步走向谢灵溪 道 灵溪妹妹 你是高中生吗 哪里人 我是江南省的 王太哥哥 我今年高三了 真巧 我是江南大学的学生 咱们交换一下手机号码呗 等通关了金水游乐园 我可以辅导你写作业 进行一对一的私人授课 好啊好啊 那你有男朋友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 有男朋友的话 就不方便对你私人授课了 为什么 西施姐姐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姐姐是护士哦 护士 穿上制服被打针的那种护士嘛 张元清脸上做出很钦佩的表情 我最敬重白衣天使 西施眼波盈盈 一脸妩媚 似有所指的逆声道 其实 也不用那么敬重 我更喜欢男人狂野 粗鲁一点 尽情地支配我 张元清沉默一下 绽放笑容 有空一起睡觉 张元清接着走向 愧为人父 闲聊班说道 大叔 你是不是有个女儿 中年男人眯起眼睛 笨了一声 张元清好奇地问 您和女儿的关系 一定很差 把中年男人忠厚的脸庞 瞬间阴沉 冰冷冷道 不管你的事 对不起对不起 与中年男人拉开距离 他很快追上前头的红发青年 此人骨瘦如柴 言小而锐 双眉斜飞 给人一种急躁粗鲁的感觉 张元清几句恭维后 霍摩便露出笑容 觉得这小子说话很好听 愿意和他交谈 当张元清询问 他对队友们的看法时 霍摩大大咧咧地说 这几个队友都不太正常 小姑娘全程装可怜 大兄女人看起来很随便 但老子刚才在过山车平台上 问他要不要下去来一发 他里都不理我 那个大叔看起来最不像好人说着 火魔回头看一眼 跟在谢灵溪身边 谢殷勤的精神小伙 齐天大圣 一脸不屑 这就是个没什么用的卵蛋 王太兄弟 我看这队伍里就你最顺眼 过奖过奖 火哥 我也觉得就你最靠谱 张元清最后靠近 穿痘痘鞋紧身裤的精神小伙 道 大圣啊 借一步说话 齐天大圣恋恋不舍地看一眼 谢灵溪 跟住张元清走下一边 什么事 他朝这个很会社交的年轻人 投去询问的目光 你觉得这俩姑娘怎么样 张元清黑黑道 齐天大圣看一眼谢灵溪 漂亮 小屁股挺翘的 就是胸小在看西施 胸大 屁股圆 就是不爱搭理人 至于火魔和中年男人 齐天大圣认为前者脾气暴躁 不好相处 敬而远之 后者沉默寡言 但偶尔能给出不错的建议 张元清突然小声说道 如果我死了 你想尽办法 把那的大叔干掉 他是邪恶职业 齐天大圣猛吃一惊 眼睛微睁 下意识地张嘴 又立刻闭上 脸色变得警惕和谨慎 十分钟后 一行人来到游乐园西侧的地下停车库 于斜坡口停下来 透过向下的斜坡 众人看见车库里亮着赤光灯 隐约可见一辆辆寄灰的车 有序地沉连 车库内一片死寂 张元清望向谢灵溪 代替众人发问 这一关的攻略是什么 第52章所有人都要死 见众人热切地望来 谢灵溪敏了鸣嘴 用少女清澈甜美的嗓音说道 在旧版的攻略里 临近行者们需要通过地下停车场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汽车人每隔三分钟出现一次 他会追逐进入停车场的临近行者 被追到的人淘汰 临近行者要在所有人被淘汰前 找出控制器 关闭汽车人的电源 而控制器就藏在停车场的某辆车里 爆脾气的火魔 恍然 道就是找到控制器关闭汽车人 对吧 王太 你怎么看 其他人正沉淫思考 听了这话 当即朝张元清投去目光 想看看这位能力不错 在第一个任务里完美化解危机的年轻人 有什么真知捉见 粗鄙的伙食 你这提取核心的方式简直粗暴 张元清措辞到 在旧版的游乐园里 淘汰是扣除经验值 并非死亡 但现在难度变更成S级 每淘汰一名的正确理解是 每隔三分钟会死一个人 稀释娇媚的脸色变了变 我们最多只有18分钟 溃为人父 缓缓摇头 不 我们最好不要在这一关里死人 进鬼屋时 人越多 能活住出来的概率越大 老父亲 你这话差点就没明说 鬼屋需要炮灰 张元清叹息一声 灵溪妹子 停车场会封印我们的技能吗 谢灵溪回忆了一下 摇头道 攻略里没说 火魔响了响 提议道 进了停车场 大家分开行动 这样能更快速地找出钥匙 齐天大圣连忙摇头 这么危险的地方 分开行动 就是送死 火魔瞪住眼睛 不屑道 是你自己怕死吧 没用的东西 齐天大圣眼里闪过怒涩 但又忌惮火魔 冷哼道 反正我不建议分散 分开行动是比较妥当的方式 如果队伍里没有二五仔的话 张元清摆摆手 掐断争执的苗头 建议道 先进去吧 制定方案的前提 是有足够多的信息 他率先沿住陡坡下行 进入被赤白灯光填满的地下停车场 走下缓坡 张元清顾盼四周 嘴角狠狠抽了一下 地下停车场很大 与大型商场的停车库一样 放眼望去 一辆辆车子紧然有序地停泊在车位 车型琳琅满目 车顶积着厚厚的一尘灰 谢灵溪等人跟住进入停车场 看到眼前的景象 火魔脸色一沉 车子这么多 得找到什么时候 稀释秋波流转 娇媚的脸上露出忧色 要不分开行动 这么多车子 要找到什么时候 其他人没说话 因为他们同时收到了副本提示音 丁 队伍已经进入地下停车场 体验开始 已为您清除多余物品 提示一 控制器 提示二 车钥匙 祝您好运 倒计时 0.02分55秒 主动技能又被封了 物品篮也打不开 该死 又是封印技能 极为队员脸色微变 但张元清关注的点 却是两个提示 既然有提示 旧版攻略里 没有说这一关有提示啊 S级副本 不会给出太明显的提示 需要临近行者 自身去观察 思考 从中总结规律 找出活路 地下停车库 居然给出了控制器 和钥匙 这么明显的两个提示 这说明危险性很高 不然临近 不可能给出提示 张元清低声道 各位 情况不太妙啊 众人一愣 才从技能被封的惊慌中 挣脱出来 细细品味副本提示后 一个个脸色 顿时凝重起来 车钥匙急躁的火魔 急不走到最近的 一辆商务车前 尝试打开车门 可车门锁住了 他侧身灰肘 试图砸碎玻璃 框 玻璃发出巨响 但没有碎裂 裂痕都没有 砸不开 这么看来 要找到控制器 就必须先找到车钥匙 火魔胚的 吐出一口唾沫 骂道 我建议分开行动 张元清扫了一眼中人 见多有这个想法 当即道 可以 但不要分得太散 一定要让自己时刻 出现在队友的视野里 时间不多 大家行动吧 倒计时就像催命鬼 六名临近行者不再耽搁 各自在停车场搜寻起来 偌大的停车场寂静无声 只有他们的脚步声 张元清刻意落在后面 确保所有人都在视野里 留意队友一举一动的同时 也没耽搁寻找车钥匙 这个任务有点不对劲 地下停车场这么大 我们不可能在三分钟内找到控制器 全面在这里都不太可能找到 张元清正想着 忽然听见左前方的谢灵溪 趴了下去 钻入车底 几秒后 喜滋滋的欢呼 我找到车钥匙了 在这辆越野车的车底 他抬起白嫩的拗臂 把车钥匙举起 同时 他按下了钥匙上的解锁按钮 停车场寂静无声 车辆没有任何反应 谢灵溪小脸转为失望 可怜兮兮的说 车子不在我附近 见状 众人继续搜寻 很快 齐天大胜高声道 我找到车钥匙了 他按下开锁按钮 身边的滴滴两声 尾灯闪烁 众人一拥而上 把四扇车门打开 一道道目光 把车内搜挂了一遍 愧为人妇失望道 没有东西 等一下 谢灵溪眼尖 上半身趴进车厢 停起小屁股 从座位底下 捡出一张卡片 这是一张金属质地的卡片 表面刷着一层金漆 中央描绘着 一汪清澈的潭水 凝视着这张卡片 众人眼中浮现一条信息 生命浓缩液 类型 药水 功能 治愈 介绍 蕴含庞大生命力的药水 能治疗一切外伤 备注 因为是消耗品 没有任何代价 生命浓缩液 稀释眼镜一亮 我记得生命原液 是月食职业的物品 没想到车里能找到消耗品 你们说 其他车子里是不是也有 这样的话 他们通关的成功率 就大大增加 生命浓缩液和乐视有关吗 我记得月食是超凡阶段的能力 是唱歌啊 张元清忍住了询问的冲动 毕竟王太是经历过诸多邻近的资深行者 是可靠的伙伴 要是让队友们知道队伍领头羊的人物 是一个第二次进邻近的菜鸟 不知道做何感想 先收起来 张元清看了眼倒计时 继续找车钥匙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众人再次分散 迅捷地搜索住车钥匙 张元清一边寻找车钥匙 一边思考 又给提示 又给消耗品 这一关的凶险程度 恐怕要超出预料 凶手多半也能评出来 希望他不要再刀人 尽可能保全队友性命 不然鬼屋真没法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没有找到第三把车钥匙 邻近行者们越来越焦虑 搜寻的步伐越来越急切 就在这时 一直关注着倒计时的齐天大圣 惊叫道 时间到了 下一刻 引擎雄浑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 众人心头一颤 寻声望去 地下停车场的路口 出现一尊高大的身影 他身高足有两米 浑身覆盖金属 有一双泛柱红光的双眼 手里拎着一把三尺长的电锯 所有人都要死 所有人都要死 他胸口的音响里 回荡住电子音 变形金刚 谢灵溪叫道 轰轰轰 引擎声咆哮 汽车人脚底滑动 呼啸着冲过数十米的距离 朝众人急驰而来 散开 张元清大吼一声 众人就像被保龄球击中的球瓶 朝四面八方炸开 谢灵溪身体素质似乎不如众人 反应慢了一拍 在闪避中被机器人撞倒 闷哼一声 后腰种种磕在车身 眼前一黑 疼得无法起身 汽车人脚踝处的气空里 喷出气体 卸去惯性 做出了人类做不到的急停 扬起手里的电锯 奋力斩下 电锯运转的马达声 宛如死神的低语 小姑娘下的脸色苍白 一脸绝望 第五十三章 破局之法 登登登 短促的脚步声里 愧为人妇 低伏着身子 发起狂奔 用肩背狠狠撞在 汽车人的钢铁身躯 他能撞他一面墙的体魄 仅仅是撞得 汽车人一个裂剪 嘚嘚嘚 电锯插住 谢灵溪的身侧 砍在水泥地面 高速转动的电锯 在地面切割出 一道深深的细线 张元清这时候也反应过来 双腿肌肉膨胀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速度 他冲到谢灵溪身边 拽住小丫头的肩膀 往后一带 甩给后方的西施 同时抱住汽车人 握着电锯的手 吼道 一起上 把他的武器抢过来 他的声音就像一计终生 敲响了惊慌中的火魔 和齐天大圣 两人同时扑向汽车人 暴躁的火狮撞击汽车人后背 齐天大圣则和张元清 一同握住电锯 企图夺走 你们都要死 你们都要死 汽车人胸口的音响里 发出响亮的宣言 滋滋 电流声传来 汽车机械手臂 咔咔拧动 猛的一挥 把张元清和齐天大圣甩飞 前者沙包一般重重落地 摔得七荤八素 后者在半空调整身体重心 两个后空翻卸去力道 稳稳落地 木妖 这家伙是木妖 张元清见到这一幕 立刻锁定齐天大圣的职业 在超凡阶段 两极木妖又被称为木源 有着与生俱来的攀爬天赋 非常灵敏 刚才谢力的那一幕 绝不是体魄强大就能做出来 需要特殊的技巧 思来想去 就木妖最符合 哐哐哐 溃为人妇 双拳如雨点 不停地击打在汽车人钢铁身躯 但汽车人只是一挥手臂 便把他扫飞出去 而后拎着电锯展开追杀 危机中 外表质朴的中年男人 表现出了与他气质不服的善战和敏捷 眉眼间凝住胸利器 急助停放在四周的汽车 或冲刺或扑倒或翻滚 躲开一次次电锯的皮砍 显向还生 草你大眼 火魔慢烈烈地助跑冲刺 纵身跃起 并拢双腿揣在汽车人后背 然而 汽车人脚底式的刹车系统 钢铁身躯一颤 脚底纹丝不动 并迅速回身 握着电锯的手臂回扫 火魔本能地伸手挡了一下 扑 右手手掌瞬间分离 啪哒摔在地上 火魔随后摔落淤地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这个时候 再次杀回来的张元清和齐天大圣 一个上去纠缠汽车人 一个拖住受伤的火魔后车 当当 张元清两拳砸在钢铁胸膛 只觉得疼得骨头都快裂开 自己这一双能垂死八旬老汉的铁拳 竟成了小拳拳 被追杀的目标从一个人 变成了两个 张元清评级夜游神的体魄 一次次艰难闪躲住致命的攻击 一边快速开动脑筋 打不过 逃不掉 这根本就是团灭副本 在技能被封印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从汽车人手底下活命 但就算是S级临近 也不可能安排必死无疑的任务啊 肯定有破解之法 只是我还没有发现 要是和山神庙一样有避难所就好了 张元清脑海里灵光乍现 高声道 进车子 进到车子里 在场众人一愣 进而醒悟过来 齐天大圣如同溺水者抓住救命稻草 连忙掏出车钥匙 按下开锁按钮 身后十几米外 那辆刚刚被打开过的车 滴滴两声 齐天大圣 下意识地就冲了过去 奔了几步 想起还有个火魔 折了回来 掺起它往车里奔去 脸色苍白的谢灵溪 从兜里逃出车钥匙 按下解锁按钮 几米外 一辆黑色Side发出滴滴声响 尾灯闪烁 原来在这里 西施姐姐 我们快过去 谢灵溪惊喜教导 西施朝着车子飞奔而去 谢灵溪辅助腰 亮呛跟随 不忘回头教导 这边这边 你先过去 中年男人俯身 避开电锯的斩机 声音低沉 见张元清有些犹豫 他皱眉道 你身手太嫩 根本不像是 经验丰富的临近行者 我若走了 你必死无疑 就不能是 不善战斗的职业马 张元清心里不服气地 辩解了一句 没有逞强 扭头就跑 他冲向South 拉开后座的车门 钻了进去 探出脑袋 叫道 快来 溃为人父 当即撇开汽车人 朝这边狂奔而来 轰轰 汽车人体内 发出高亢的引擎声 脚底轮滑 推着他冲刺 溃为人父 脸上肌肉紧绷 额头轻轻凸起 跑得面目猙獰 可还是跑不过汽车人 张元清喊道 换一边 他猛地关上车门 打开了另一侧的门 溃为人父 朝左侧一扑 避开了横扫而来的电锯 连滚带爬地绕到车子另一边 迅速钻入车门 砰 车门合上 汽车人脚踝出的气空里 喷出气体 卸去惯性 拎着电锯的他停在车边 这一刻 车上四个人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就这么安静地度过了半分钟 张元清如是重负 看住助力在车外 左顾右盼的骑车人 笑道 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 西施连忙头来崇拜的目光 你真厉害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临近行者 愧为人父看了他一眼 他好像看出我是新手了 张元清微微一笑 道 我只是善于观察 谢灵溪眨巴住水灵毛子 你是赤后 当然不是 我怎么可能是 七十五金闭一只的眼睛 张元清笑而不语 谢灵溪没在追问 娇声道 谢谢大叔 谢谢王太哥哥 刚才救我 愧为人父 微微汗手 我们是同伴 互帮互助 才能渡过难关 张元清的回答 收获了小姑娘的感激和崇拜 外头的汽车人还没走 几人一时间也不敢离开车子 张元清趁机闭目养神 复盘了一下 进入停车场后的细节 谢灵溪看起来 不像是擅长进站的职业 西施比较狗 暂时看不出职业 火魔是火师的概率很大 暴脾气能伪装 但不可能伪装的毫无破绽 溃为人父给我的感觉 嘶 有点像欧向荣啊 之前没看出中年大叔的职业 可通过刚才的战斗 张元清感觉到溃为人父 身上浓浓的力气 且擅长近战搏杀 一下子让他想起了欧向荣 两者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他如果是蛊惑之妖 是不是太温和了 嗯 欧向荣当时精神已经出了问题 不能当作衡量标准 如果大叔是蛊惑之妖 按照阵营对立的情况来看 他是邪恶之徒的可能性很大 任务结束后 我要不要刀他 要通关地下停车场 需要人手搜寻钥匙 以及协力对抗汽车人 在这种情况下 凶手刀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正想着他听见谢灵溪喜滋滋道 哦 我又找到一张卡片钉 您的条件已达成 是否抹杀一位队员 30秒内不做出选择 视为放弃该机会 钉 您放弃了这次机会 车内 众人注意力落在谢灵溪身上 看住他从副价位的遮阳板里 抽出一张金属质地的卡片 涂抹金漆的表面 写着一句话 您获得一次使用道具的机会 使用道具的机会 张元清看见西施 谢灵溪和中年大叔 眼睛微微发亮 相比起生命浓缩液 能使用道具的卡片 显得更加重要 道具用得好 能解决一个麻烦 生命原液虽能救命 却无法化解危机 这时 外面的汽车人一边高喊 所有人都要死 一边不甘心地划走了 与此同时 众人看见道具师再次出现 但这一次 实现是2分40秒 缩短了20秒 怎么回事 我们失去了20秒 西施瞪大了美眸 汽车人出现一次 就缩减20秒 还有另一种可能 谢灵溪发表自己的看法 打开一辆车 损失10秒 四个人都沉默了 不管是哪一种 都不是好事儿 西施脸色惨淡 S级副本太难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啊 世界上还有S级之外的副本马 张元清苦中作乐的吐槽 四人打开车门 恰好看见齐天大圣 掺住火魔走过来 后者手腕处用短袖 做了简单包扎 但这并不能有效止血 在藏经车内的几分钟里 鲜血已经染红了火魔的裤子 他因为湿血过多 脸色煞白煞白 他情况不太妙 齐天大圣靠近众人 朝住伤口失忆了一下 火魔见他不愿意开口 声音虚弱地说 小丫头 你的那张卡片呢 快拿出来给老子谢灵溪皱了皱鼻子 我自己要留着保命的呀 凭什么给你火魔大怒 就知道你这丫头在装模作样 剖开来是个心黑的谢灵溪别住嘴 委屈道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 人家还没有成年 这丫头怎么回事 这时候想捡员 张元清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火魔 地下停车场的任务还没结束 搜寻钥匙需要人手 不就火魔 他必死无疑 既耽搁了任务的进度 又让队伍捡员 短暂思索后 张元清道 不如投票吧 投票结果是 除了谢灵溪 其他人都投了赞同票 哼 谢灵溪不清不愿地把生命浓缩液卡片 甩给火魔 丁 检测到您受伤 是否使用生命浓缩液 是金属卡片涌出虚幻的泉水 覆盖住火魔手腕的断口 几秒后 血肉再生 心的手掌一点点地长出来 脸色苍白的火魔容光焕发 见伤员解决 齐天大胜立刻说 我发现寻找钥匙的时间缩短了 怎么回事 西氏便将车里的猜测告知对方 齐天大胜皱紧眉头 火魔嚷嚷道 该死 再来几次 那汽车人是不是就不走了 杀到我们团灭为止 以S级的难度 多半是这样了 张元清叹息一声 众人回想起汽车人的战力 一阵胆寒 西氏咽了口唾沫 急切道 别浪费时间了 必须抢在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前 找到控制器 关闭汽车人的店员 谢灵溪看了一眼密密麻麻的车辆 眼前的 远处的 还有视线之外的 秀眉紧促 怎么找得完 焦虑和绝望在每一个人心里升起 先找钥匙再找控制器 几次下来 三分钟的间隔便会耗尽 哎 张元清叹了口气 出声道 我有一个方法 可行的话 应该能成功通关停车场什么 这句话听在队员们心里 简直是天籁之音 众人忽然扭头 又惊又喜地看向王太 这句话听在队员们心里有点免费 这句话听在队员们心里有点免费